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皇军竟然变天了 曹长老 那小子不仅杀了我儿化宗 还重伤了我 请曹长老替我报仇 华谷长老 想不到你竟如此无用 那小子确实有点实力 我 赢魁宗养着你这种废人有何用 曹长老 这是何业 既然你已无用 不如将精神力限于我 我自会替你报仇 放开我 是啊 这家伙 竟然干掉了自己的同伴 赵宗主放心 那小子就交由老夫处置便是 想不到 血徒守曹阵 竟然在大溃城之中 爹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此人 曹阵 可谓是殷溃宗之中最为凶残之人 一直为殷溃宗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曾经仅凭一人之力 血洗大力归原宗 人称 血徒守 这次 林栋还是凶多吉少呢 林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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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找机会赶紧跑 半步造化镜 我想试试 到底有多强 哼 可别怪得我也没提醒你 小妍 你退下吧 狭子 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 来吧 我怎么就出去吧 我想不平了 ок 去吧 这里 Institute 拳兵剑 琴台 顺魔掌 石血摸壁 要远辫 想不到 灵动技能与斑步造化镜抗衡 虽说那小子 靠着强化肉体的功法 能够与曹镇对抗 但造七剂 与半步造化镜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隐形斑点 只怕这样下去 是撑不了多久了 人精之力 人精之力 救护神天堂 别输了小子 把你的精神力也献给我吧 曹镇叔 别让这小子死得太轻松 看来胜负一分了 走吧 琴姐 没什么可看的了 爹 若是您出手 必定能救下灵动 若是能救下灵动 说不定可以让他 为我大魔门所用呢 爹 怎么回事 真想不到 人济轻轻 竟能凝结出精神之火 曹长老过奖吧 要对付你这等强者 自然是要留一些底牌的 你以为靠着精神之火 就能战胜老夫吗 大光求天旨 这 这是 一纸 抢天帝 啊 啊 天天 没事吧 没事 爷 想不到曹真竟然败了 这造化武学的威力 确实是太恐怖了 小子 既好就烧火 找祖父要紧 嗯 说得不错 彭少宗主 我有些事想请教 劳烦 跟我走一趟吧 小妍 放开我 你 臭小子 快放开我 曹真说 臭小子 赢富还未分呢 居然还活着 不愧是半步造化镜强者 改日再战吧 曹真长老 我们走 小爷 曹真叔 救我 站住 臭小子 给我站住 曹真叔 臭小子 林东那小子 是彻底把鹰魁宗给搅乱了 可能 这正是我们大摩门的机会 走吧 千千 是 爹 你 林东 你为何要抓我 你真是要彻底得罪我们鹰魁宗啊 自我杀了华宗之后 不是早把你们鹰魁宗得罪了吗 放了我 我保证鹰魁宗之后不找你麻烦 哈哈哈哈 滕少宗主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那你究竟想怎样 我只想知道一些你们鹰魁宗的情报 做梦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知道一些精神技能 可以直接搜刮人的记忆 不过施展过后 那些被施法者会变得神志不清 我想 你不希望我用这招对付你吧 你想知道什么 鹰魁宗在上一次大荒谷被开启之时 曾得到过一件质宝 那东西现在何处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住手 我说 说 我的确是在大荒谷被之中 得到过一件极为神秘的东西 那东西现在何处 在鹰魁城中 我父亲将在十日后 联合鹰魁宗所有强者之力 破除那东西的封印 等到 虽不知黑桶老人的封印有多强 但若是真被鹰魁宗宗主破除 那就麻烦了 鹰魁宗之中 有多少位踏入造化镜的强者 加上我父亲 总共有三位造化镜强者 还真是棘手 你要知道的我能说了 你 你还想怎样 你在造化武备中得到的 内部九品五穴 交出来吧 这 什么 你竟敢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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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属下大义 才会让少宗主被人擒走 依你半步造化的修为 竟败给了一个造气镜的小子 确实是属下轻敌了 属下一定会杀了那小子 将少宗主救出来 鼎宗主 属下可以调集宗内强者 搜寻少宗主的下落 且慢 雷儿被抓一事 先不要声张 这 那个叫灵动的小子 既然能击败曹振长老 想必也不是什么小角色 现今我们也不清楚 他的目的为何 何况破除至宝封印的日子 就在眼前 此事不能有任何闪失 传令下去 所有人加强戒备 是 宗主 近日来殷魁城丝毫没有动静 只是增派了护城的守卫 噢 藤叉那个老家伙 居然这么沉得住气 爹 此事有些蹊跷 倩倩 说说你的想法 藤磊是藤叉的独子 他居然能够不顾独子的安危 只能说明一件事 殷魁城中 有比藤磊更重要的东西 嗯 召集所有造气境以上强者 我们去殷魁城走一趟 啊 藤少宗主 这紫磷酒阔果然厉害 多谢馈赠了 啊 别总是板着一张脸嘛 我们就快到殷魁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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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们到了 这里便是殷魁城吧 想不到守卫竟如此森严 小子 你打算怎么进去 滕少宗主 小子 我已经带领到殷葵城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应该知道 有什么进城的办法吧 确实有另一条路可以进城 好 说来听听 想不到这里阴煞之气如此浓郁 我看是那滕磊故意给你指了条死路 他是想借着阴魁山的阴煞之气 让你死在这里吧 难怪那家伙之间回答的那么爽快 这些阴煞之气还难不倒你刁眼 好了小子 我们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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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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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准备好了吗 属下定当协尽全力 三个造花锦强者 那个应该便是腾茶 祖符就在他手上 小子 沉住气 现在下去就是送死 待他寄出祖符 我们再找机会下手 嗯 不过 他们在等什么 嗯 你看 这是 重日之相 时辰已到 准备破除至宝封印 是 是 嗯 哼 我的本命灵符 发出了极强的感应 哼哼 那就对了 那个就是祖符 祖符 就在眼前了 不久阴魔玄阵 是 你 他们是想利用冲日之下 引动地霞寒气来冲破祖福封印 入阴血缘 小公主 您这是 马老 我似乎感应到一丝极其怪异的原力波动 少公主的原力感应着实是敏锐 是否需要属下前去调查一番 不必了 马老 这丝波动转瞬即逝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属下遵命 马老 那里可是天岩山 不错 当年少公主正是在那天岩古墓中获得涅槃心 深受公主的赞赏 少公主是否想要故地重游一番 属下们可陪同您一起前往 庆祝五娘 你是我的 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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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我没事 马老 完成师父交代的任务要紧 我们走吧 是 我们走 是 是 这大阵的威力着实强大 不知祖福的封印如何了 成 成功了 我殷魁宗必将横扫整个大阎王朝 恭贺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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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位黑童前辈 祖福的封印必然不会那么简单 你是什么东西 未得认可者与福无缘 总是你升陷再强 如今也只是一道残瘾而已 所有殷魁宗弟子将此残瘾打散 肯贺宗主 这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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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感觉所有力量都被吸干了 宗主 这质博的力量太过诡异 宗主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那 那是什么力量 死亡之力 想不到那黑桶老人 仅是一道残影 便已强到这等地步 死亡之力 那等掌控生死的力量 还不是现在的你可以理解的 或许以后 你也能够达到那种通天的地步吧 怎么回事 难道是有人偷袭我宗 爸 有人偷袭 滕刹 滕刹 想不到你殷魁宗 竟然还藏着这等宝贝 木雷 是大摩门的人 看来他们早就盯上殷魁宗了 这下 夺去祖父就更麻烦了 木雷 你们大摩门竟敢到我殷魁宗来夺宝 怕是有些不自量力吧 滕刹 这宝物你殷魁宗显然无法处理 木雷宗主说得不错 滕刹兄 此等质宝 着实不该由你一人独占吧 不如我们一起研究如何 宗 想不到你也来这里凑热闹 滕刹兄 弄出这么大动静 很难不引人注意啊 我们可都很好奇 这质宝到底是何物 你们敢 所有殷魁宗弟子 谁敢沾染我殷魁宗之物 格杀无论 是 大皇军的三大宗派都到齐了 千千 一会开战 你直接去夺取那宝物 是 爹 你 10 脚 活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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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 是 哼 想从我鹰魁宗夺宝 可没那么容易 那是 鹰魁宗的两尊高等浮溃 鹰魁宗夹 鸿 攻击 大小姐 交给我们便是 有劳两位长老了 哼 哼 我有五盟弟子 全力夺取之宝 是 是 想不到 鹰魁宗就还有两尊高等浮溃 这等战斗力 不愧是大红军第一纵派 那大魔门和五盟的几位长老 至少也都是造化进强者 要夺取祖福 这派是更加困难了 小子 小子 你打算怎么做 再等等 总会有机会的 有趣 对 还想不到 他的身体 有趣 让地坑 出道 5 5 8 5 6 5 5 鼓起身体 我赢你 死吧 这怎么可能 不好意思 领先两位一步 不久之前 我已突破至道化境大场 滚招 物雷 武宗 现如今 你们可还想动手 腾刹 你的实力的确有些出乎我们意料 不过即便如此 你也无法破除那质宝的封印 两位 老夫倒是有个提议 即和我们三个门派的强者 一起破除质宝封印如何 若你们真能帮我解开封印 我愿与两位共享宝物 此话当真 那是自然 好 我五盟愿意出一番力 慕雷宗主 如何呀 还望腾刹宗主 说到做到 哼 当然 九位造化境强者 想不到竟能见识到这等阵仗 竟是集结了九位造化境强者 这等实力 必然能破除那质宝的封印 我们大方军三大宗族 竟会有联手 是啊 这么多造化境强者 放眼大爷王朝都是少见吧 各位 被破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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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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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我不放小杯 竟敢在我鹰魁中撒野 那是 是林冬那小子 一个造气劲的小子 竟妄想冲破质保的封印 等着被化作尘土吧 林冬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被破除了 快拦住他 是 小子 休想跑 小吊 来了 走开 操掌 臭小子 竟只用一拳便击退了操掌老 那小子弄的究竟是什么力量 都愣着干什么 难道一个造气劲的小子就把你们给吓住了 把东西给我夺回来 是 是 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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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走质保那小子 那小子就是林冬 哦 原来是 原来是那小子 原来是那小子 两位 今日之事 是我殷魁宗与林冬之间的恩怨 若谁想插手 便是与我殷魁宗为敌 爹 想不到林冬 竟然能破出那宝物的封印 我们现在怎么办 如今腾刹那老家伙已是造化经大成 我们已是无力对抗 若是腾刹都会保物 岂不是 希望林冬那小子能顺利逃脱吧 我总竟然全体出动了 一定是林冬那小子败路了 畜生 你要做什么 不要过来啊 啊 小三 加快速吧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 你要我也来助你 好 一个造气性的小子 为何有这等力量 召唤浮潰 绝不能让那小子逃走 这小子 竟然也有一尊高等浮潰 看来只能又拼了 这小子竟然也有一尊高等浮潰 仅凭一尊高等浮潰 可救不了你 浮潰 嘶 更多了 incredibly 是 好 好 一尊高等浮潰 一尊高等浮潰 但是她还要负荆 和有这些小子 啊 嗯 混蛋 小子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把宝物交出来 我们会让你死得痛快些 林栋 你我二人合力 还有偷偷的机会 只能放手一搏了 宗主 唐叉 这下就麻烦了 你果然有点本事 林栋 什么 林栋 林栋 邵宗主 就是被这小子抓走的 想不到那宝物的封印 竟被你一个小辈给破除了 看来你也曾进入远古宗派的遗迹之中 莫非 你从中得到了开启这宝物的方法 腾叉宗主太高看我了 关于这宝物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待我把你练成浮潰之后 你自然会告诉我的 小条 若是我们合力出手 能有几成胜算 这老家伙 可是造化镜大成强者 我们的胜算 不会超过三成 所有殷魁宗弟子 竹杀此人 是 混账 小子 去死吧 那是 那是 小颜 你这畜生 爹 爹 救救我 雷儿 少同主 少同主 爹 杀了这小子 滕少同主 只要你爹愿意放我走 我保证不伤你性命 希望你好好配合 你 滕叉 你若敢妄动 我便宰了滕雷 我必定会让你后悔的 让所有殷魁宗的人都退开 灵动 只要你交出宝物 并将雷儿放开 我以殷魁宗宗主的身份 向你保证 绝对会让你安然离去 少跟我胡扯 莫非你真以为 我不敢杀他 爹 所有人都退下 是 好了 赶紧放开雷儿 小子 现在总可以放我走了吗 待我安全离开 自然会放了你 走 灵动 小心 这老家伙 竟如此恨毒 你 臭小子 宗主 宗主 少宗主他 还有半口气 找人照顾他 是 宗主 您 您这是 是 我去追那小子 你们尽快跟上 绝不能让他带着宝物跑了 是 小子 你没事吧 幸好避开了要害 这次真是大意了 想不到糖茶 竟如此恨毒 灵动 那老家伙追过来了 那老家伙追过来了 小颜 欧 以为靠着那只畜首就能逃跑啊 你们老家伙竟能跟上小颜的速度 小颜快 不 小子 别想跑 这老家伙 狗蛋 这里到处都是地上寒气 小子 已经无处可逃了 这悬阴界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只能跟这老家伙应拼了 殿佬爷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还想要捶死争者吗 大王求天旨 一致 求天定 竟然是造化无血 造化三臂 武器 这造化无血确实厉害 不过以你造气净的实力 连这武血异成的功力都发挥不累 什么 你 怎么回事 难道是宗主和那小子 我们快走 走 是 你 你这小子居然还活着 你这小子 难道是 乖乖交出质宝 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临头 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有一条路可走了 疼叉 那么想要宝物 就跟我来吧 小颜 走 小子 给我站住 宗主 您怎么了 宗主 拦住他 小子想要御师俱焚 是 混账 立刻下去追 宗主 这悬银剑深处的地煞寒气太过浓郁 只要进去就是必死无疑啊 今日起 所有殷魁宗弟子 驻守在悬银剑周围 那个灵洞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是